准备去装货 车子坏了 挂杖杆 空了 应该是拿着螺丝掉了或者拿着球头掉了 看到吧 这个球头掉了 先这样活一活吧 问一下那个 我们那个师傅 没有的话又要去朋友圈了 又要去那个维修站了 有啊 有我们就省得去维修站了 直接去修理部 把这个球都换掉再过去装货 现在下午三点半 四点五点六点 还来得及 哎呀 到我们省老板这里来了 下午三点半 下午三点半 我说随之里 不是签铁铁铁铁 下来了 幺里腮与椅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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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John 咬的就不要痛了 你咋变过来弄我们 停瓶停了 没有这个磨啊 不能 没有这个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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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边给我变了 路边也变了 上面再挑一下刹车 试试看啊 到的 马上5点钟了 这个换了个球图就好了老师傅就是老师傅 一枪头啊根本就不要调的 他那个距离算得准准的 问题解决了 我的运签是不错的 上一次 结温期坏了 也是在家里 这一次球图掉下来了 也是在家 当然了这个球图如果在外面 用牵尸扎一扎 也能把问题解决 那这样换一个不是更好吗 对吧 现在去南充 等着装货了 到现在没了电话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靠台 就过去等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拜拜